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订阅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de.j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从Hallover的开始 当然咱们不管学习哪种语言 都是从Hallover的开始 了解一下这个语言的基本特性 以及使用方法 那咱们用Node.js也不例外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Node.js控制台的使用 Node.js它默认给咱们提供一个控制台 像Luby一样 那么它也怎么使用呢 今天咱们试一下 然后呢 今天咱们再编一个最简单的 Java教本文件 就打一个Hallover的 咱们看看该怎么使用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首先说 Node控制台的使用方法 怎么使用 咱们在您的操作系统 Windows也好 Mac也好 Linux Unix也好 在咱们的这个控制台终端下呢 直接敲Node就能够进入到控制台 但是呢 咱们先不敲 我这前两行是什么意思 咱们先看一下当前Node版本号 以及当前NPM Node软件管理包的版本 然后呢 咱们再进入Node的这个控制台 好不好 这是咱们的计划 咱们试一下 我现在先开个终端 但您的Mac开的终端 肯定跟我的不一样 但是无所谓 都是一回事 试试 我先敲Node杠V 这是干什么 看一下我当前机器上所装的Node版本号 目前是最新版本 8.9.4 这是RTS版 RTS版 这是长期支持版 推荐您使用这个版本 现在还有一个9.几的 那个不推荐使用 好 咱们再试试 非常非常重要的 Node软件包管理工具 这个是非常常用 为什么说非常常用呢 因为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软件共享的服务器 Github上面呢 百分之二十 将近百分之二十 都是渣渣脚本的文件 都是渣渣脚本的项目 坏的话说 都是用NPM经济管理 包括现在最流行的Angula 对不对 VUE 还有这个React.js Facebook的 通通都是拿Node.js NPM管理 所以这个工具 实战机之后经常要用到的工具 咱们一定要熟悉 好 那咱们先话少说 咱们直接进入Node的控制 控制台 看一下 直接敲Node会撤 出现大约号了吧 咱们进入到Node控制台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咱们可以做纯渣渣脚本的编程 比如说 你看我这给输出一行log 咱们试一下 这是纯的渣渣脚本的APM 对不对 Node console 稍等 console.log 然后呢 比如说hello world 诶 我还大吧 我还大写了 稍等 我这个键盘有点慢 好 咱们试试 这是纯渣脚本APM 好 回撤 怎么样 大家请看 在控制台上输出一个hello world 没问题吧 有朋友说你后面这个undefined 什么意思 是这个意思 console.log 它是一个输出日志的函数 对不对 这个函数本身是无返回值 VOID 那怎么办 在这个控制台下 就返回undefined 所以说呢 这事没有问题 它会默认的把这个函数的返回值也打出来 所以说这是正常输出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咱们再用这个点 help干什么 看一下 node控制台的基本的使用命令 再试一下 回撤 大家请看 有这么多个选项 包括break 调试什么 都在这里面 不过我不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方式 为什么 这个方式 命令行模式 非常不便 如果想调试等等 一些操作 还是使用这个ID比较好 然后呢 最简单的 点 exit退出 这就是基本的控制台使用方式 有兴趣朋友可以进来试一试 好 接下来咱们要说一个重要的地方 哪个 什么地方 如何编辑一个扎交本文件 让nodejs执行 比如说 咱们做一个helloworld.js 咱们现在编一个 试一试 我建一个文件在这 叫做 helloworld.js 没问题吧 然后 我把这个代码考过来 这代码什么意思 咱看一下 第一个 输出helloworld 在这个控制台项 输出helloworld 这个语句 接下来 我定一个Java脚本的变量 mystr 然后 用同样的API 输出这个mystr变量 非常非常简单的 Java脚本语句 对不对 好 咱们试一下 也就是说 我这个Java脚本 它其实是输出两行 hello 一个是word 一个是nodejs 好 那咱们试一下 我现在在这控制台下 打个DAR 大家请看 刚才我生成了 我做成这个文件 在这已经出现了 对不对 我现在稍等一下 豆子显得是敲mo 对吧 看一下这个Java脚本的内容 没有问题吧 就是我刚才这个内容 好 那我该怎么执行 这个js文件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敲node 空格 helloworld就可以 就这么简单 咱试一下 go 怎么样 输出两行 一行是helloworld的 一行是hello nodejs 第一行呢 是咱们第一行的 这个 console load的输出 下面这个 hello nodejs呢 是咱们输出 这个mysr变量 进行的输出 这个呢 就是最简单 最简单的 nodejs的使用方式 今后呢 咱们肯定要做的 非常复杂嘛 咱们一点点来 抛转眼语 不着急啊 好 以上呢 就是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稍等我这个 这个nodejs 递的裤子敲错了 应该是这个网址 请大家呢 在这个网址呢 找到我的这个 给您分享的文档 它是在来 开中国的服务器 然后呢 我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优酷呢 供您观看 我呢 手推您使用YouTube 进行观看啊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咯 拜拜